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 大家好我叫陳敏誠 就是現在剛工作沒多久 大概一年多了 那因為最近就是有種感冒 然後這邊都等一下可能會講說 或者是講話會斷斷續續的 就大家多提量一下 那這邊配合其實是我大概在 半年前還是快一點點看 那當時是因為我在看 就是 Loss 的東西 Loss Function 的東西 那主要是看到 Triple Loss 那大家都知道在做 Face Face 的 Regeneration 的時候都會 提到 Triple Loss 那主要是因為那個 Loss 去建立一個 反正這種 Invading 的方式去 train 一個 System 這樣子 那前提是你要有了 Face 之後 我才有關於做那些 Invading 的事情 所以前面就會有關於 Face Detection 的東西 那進而剛好看到這篇 Paper 所以當時又看了這篇 Paper 這樣子 那這篇 Paper 其實它的 Paper 章書 就是頁數很短 然後內容其實看起來都蠻 蠻好理解的 那最難的 我覺得這篇 Paper 最難應該是 它實作的部分 就是你看完你覺得你大概懂 但是如果你在想你要怎麼實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做 那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 因為是我很久以前看的 所以大概是這已經快速的 回顧一下自己看的內容這樣子 那快速做一下同一片這樣 那這篇 Paper 其實是已經蠻久的 Paper 是2016年的 所以其實對於現在而言 它已經算是有點 比較以前的東西了 在這個領域齁 那再來會簡單的 簡單的說明一下說 這篇 Paper 為什麼它 就是它之前人家做了什麼事情 導致它為什麼現在要這樣做 那還有它的裡面的一些 就是它的Model 為什麼是這樣設計的 那以及它的後面的一些實驗的結果 但第三部分 因為它實驗的結果其實 大家都知道 因為它比較好 Paper的實驗 結果應該是比較好 挖到不會發 Paper 所以這裡 就是原則上就是結果 都是很好的 然後最後就給個結論說 這件 Paper 到底幹什麼事 這樣子 那一開始就講說 在Face Detection的這個部分 還有Face Localization 這部分其實都是有很多的應用的 那最有名的應該是 如果大家應該說 大家如果想要做Face相關的一些Project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 最有名的方式 直接套OpenCV裡面的Face Detection 就可以快速做一個Bemo出來這樣子 那那個方法其實就是 這一篇 就是這兩個座子 它所提出來的一個方法 它是一個Hair-like Feature 在搭配AW的方式 Chain一個Classifier 然後Hair-like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做 就我理解它應該是做 邊緣的提取 就是讓你找到說哪邊是 Face哪邊不是Face 那只是它通過很多很小的 很簡單的一些Feature 然後幫助你去做 透過AW 去幫助你去Chain出一個 比較厲害的Classifier 但這個Classifier 其實在線上的應用 就你在自己的本集張Walk的時候 其實可控的其實還不錯 但當你把它搬到 現實的生活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它其實有蠻多 地方蠻弱的 當你的光線比較弱 或者說你的角度比較差的時候 其實它的Accuracy 就大大的下降了 那導致說它這個model 其實在商用上 是完全不太能用的 只是可以用一個 做一個快速的demo這樣子 那關於這種連擊式的model 其實也是有人做 就像是這邊DPN 也是有人做 類似這種連擊式的model 但DPN這個東西 是我看這邊Hair還知道的 那這個東西 就我理解到好像是因為它 沒有被廣泛的使用原因 是因為它好像是需要 大量的計算資源 所以導致它沒有那麼的被 被大家所使用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最近幾年 就是因為Deep Learning 就是特別的popular 所以越來越多人在做 然後Festication的時候 用CMN的function來做 不好意思 Festicate那個字 你要怎麼翻譯比較 我把它翻成連擊 連擊 對不對 但是我也不太確定它 到底是什麼 怎麼去翻譯它的 然後再來是 剛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最近CMN就是比較popular 所以很多人在做嘛 但是你會發現說 大部分人在做 剛實在做的時候 都是會採用一個非常複雜的CMN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CMN不夠複雜的時候 你其實沒辦法勸出一個 相對而言比較powerful的model 所以你就會弄出一個很複雜的CMN 但是你真實在商用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每個產品上面都掛一張GPU的顯示卡 那代表說你這個東西 是沒辦法商用的話 你知道說人家會 應該說這樣成本太高了 那在Edge段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讓你查上顯示卡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 大家勸出來的這種model 其實在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的場景上 能使用的比例不高 所以就會有更多 想要改善這些方法的 這些情境的一些方法出現這樣子 那另外一點是說 大家在做Face相關的一些project的時候 都是detection的人 會歸detection基做自己的 然後做Face的localization 他會做他自己的 他不會過來 CareFaceDetection做的怎麼樣 他就會有點像是分開做自己的 那實際上你仔細想一下 這兩個東西 其實它是互相影響的 因為當你的FaceDetector很準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個很準的範圍裡面 去做Face的localization 所以其實就有點像是 已經過濾了一層 然後在這個好的情況之下 你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當然可能可能就會上升 那你反過來想 你在做Face的localization的時候 如果你做得很準的時候 意味著你其實已經找到這個Face了 那意味著也就是說 你在做FaceDetection的時候 也會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兩個是有互相影響的 那也因為之前的人都會 比較少忽略掉 這兩個東西他們之間相關性 所以這個paper他就有提出這種 就我們一起做的概念出來 那事實上也不是只有他 就是把這兩個text一起做 那像這個這篇paper 他還是把 也是把這兩個任務一起做這樣子 然後他只是他用的方法比較傳統一點 他是用的是這種 pixel之間的vary 就是說他自己去 類似 design一些比較特別的 就像你去做傳統的ML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 design很多特徵嘛 你要去 design很多有用的feature 然後藉由這個feature 然後透過一些比較 不是NN的這類型的model 來去轉一個分類 或轉一個predition的model之類的 這篇paper我例就是他就是透過這種方法去做 那這樣做其實他的 效果就會沒有像NN那麼的powerful 那再來是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pixel value的部分是是什麼 呃 結果我例也就是指了 因為原則上他的概念應該會跟那個 之前前面講的那個hairlight一樣 大概是去找說這個邊緣跟邊緣之間 他的pixel之間的差距嘛 那就知道哪邊是背景哪邊是face 這種概念 他有一點那個HLG 譬如說這一點旁邊 大小 對對對 就是大部分以前放的都是去找邊緣 edge端 就是找那個 就是你假設你張照片 你在人在裡面嘛 那你的臉 你的臉跟你的背景會有一個切面出現 他去找那邊的差別啦 那就是找後面pixel之間的差距這樣 那只是 你在找這個差距的方式 有很多種 可以去找那種特徵的 那都會有自己的好壞這樣子 這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邊緣的解釋 或者說自己的低度是那種事情 呃對 那下面這邊它是multi-text的CMN的方式 他也是把 呃 face detection跟face log 來一起做 那他的做法是前面有一個multi-view的face detection 的方式去做 他的意思是就是說 你要放到這個CMN之前 我先用一個detector的方式 先大量的過濾掉face 就是face的部分 但再把它認為是face的部分 味道這個multi-text的CMN裡面 但這樣的model 有個壞處就是說 如果你的face 前面的這個face detection 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後面再怎麼用 再怎麼powerful都沒有用 所以他這篇 常常會受限於他前面這個face detection的 multi-view的face detection的問題 影響到整個model performance 對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例如傳統上的一些 呃 hard sample 你的通常都是在 呃 不會就是你一起在chain的過程中 一起使用上 通常都是你離線的時候再去做 呃 挑出一些比較不好的 然後再去做反饋的動作 那他現在這邊的方法就是說 我在chain的過程中的時候 我就已經搭配了這個策略 然後幫助你去做更好的 應該說你在chain的過程中 會打到更好的過程吧 那最後一點就是講說 這邊配合他主要做了什麼事情 他其實就是整合了兩個 兩個text嘛 就是所謂的fax detection跟fax location 這兩個方法一起chain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提出 他使用了一個連擊的CMN的方式 去chain這個這兩個text這樣子 那另外他在chain的過程中 他還使用到了unline的hardsampling的這個策略這樣子 那他之後會針對他所使用的每一點 去評估他的model的好跟壞這樣子 那這裡直接快速的講一下他這邊 他整個架構大概是怎麼run的 那他在test的時候其實就是 因為你在test的時候 你input的image其實是 呃有各種各樣的size 所以他會透過你 你開始會有個test的image 然後透過這個image的paramide 其實就是 你就直接把想像的 他就是resize了各式各樣的image這樣子 然後直接位去他的第一個stage1 那stage1他真的是一個pulse的neural network 那他是一個比較sharrow的neural network 他的目的只是快速的去做filter掉 呃快速的告訴你說哪些地方可能是連這樣子 那他前面這裡為什麼要把image做很多不同的size 原因是因為他想要 有一部分是想要找到說各式各樣大小的連 可能會在浮片哪邊這樣子 然後這個stage1有個特色是 他全都是CM1-based 他們也有fully-condition這種layer 原因是因為 如果有fully-condition layer的話 如果你的 原本覺得size不一樣 會搞到他後面的up會不一樣 所以他就是cover了這一點這樣子 那第二層就是說 他這個p內 剛剛提到就是pulse-nail 就是把它想像 他就是丟出一些 這一堆空框裡面 可能都是人點 那第二個stage 他就是主要做的是 你丟進來的這些框框 很多的框框裡面 我去做一個double-check 然後就去filt掉一些了 然後最後一個up-nail的時候 他就會去 就對你剩下的少數的這些box 再去做一次最後的fine out的check 然後check之後告訴你說 這個box在哪裡 然後他的face of violation在哪裡 這樣子 看起來這個流程很像是 物件偵測的upject 對有點像是 通過那邊的概念 因為我不知道 哪邊是誰線的 對 但是來開始的rcna 應該比這個早吧 就是rcna應該比這個 嗯 我們其實有拍幾抽 對 因為他其實的概念都會 都蠻類似的 就是前面要有一個pulse的detector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第一個pulse-nail 他只用... 對 他其實是有點像類似的結構 那只是就是 換個方式去做出來 或說換個 某個地方換人家 換個那個model去呈現他而已 那最後是可以抓到那個 眼睛在哪裡的點是不是 對 那他這個是 因為我平常我自己看到的是 抓到會是下輪 下輪廓之下 會有好像總共18個點 但是這邊看到的是 他是做5個點 可能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可能是他那時候 就是大家都流行做5個點 那再來就是... 這邊就是講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這邊剛剛提到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你image進來的時候 我去把它resize的各式各樣的size 然後放到你的pnet裡面 然後pnet的時候你想像 很多張放到pnet的時候 會突出很多個image 然後因為它size不一樣 所以它在每一張小image上面 會有指出它的boundingbox都在拿來 然後你再把這個boundingbox maping回去你原本的image上面 然後mame我去影迷上面之後 你就可以有很多張的可能的人臉的把出現 然後這時候 他就會用nommate 就是nommate這個 其實也是很常出現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濾掉一部分的照片這樣 然後剩下的部分 他都未到下一層 就是r內這樣 那r內的過程 其實也是跟第一層作用是一樣 只是它的來源是來自於stage1的output這樣 吐出來的結果這樣 那第三層也是一樣的事情 那只是第三層他會多吐一個 應該說他每一層都會吐出他的分類 就是是不是臉 然後還有他box在哪裡 然後以及他的face的那個logo在哪裡 那你前面的東西 因為你在還不確定那張照片 是不是冷眼的情況之下 後面那兩個吐出來 其實對你而言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所以在最後一個stage的時候 他就搞 他吐出來的那個東西 是對你而言是不要用的 不好意思 他所謂三個stage他是end to end嗎? 他還是中間有拉出來是loss 在chain完再給下一個 三層都有loss 三層都有loss 他是應該分三個netchain 分開chain啊? 對 就我理解應該是分開chain 然後他網路上釋出的code裡面 就是他沒有釋出train in the code 他只有釋出 他只有model幫你搭好 你可以握照片給他 但他就是不給train in the code 所以其實他要付他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等一下後面會講到說 他的dataset怎麼去創造出來 那創造他的dataset其實是 你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的反應是 我也不會想到試啦 反正就是 我就很多說 然後再來是說 以前也有人做CM 就是multiple的CMN的方式去做facitation 那這邊CM提到說 以前這樣的做法 他會受限於下面兩個原因 但其實這兩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其實我看不太懂 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他是講說 因為以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如果你model的performance 沒有很好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要嘛就是加長你的model的深度 要嘛就是增加你的builder size 但是以前因為你的 就像你的年齡可能沒那麼強 你可能不會直接去選擇加強你的深度 因為就像你加長的深度 你也沒辦法去找到一個相對而言 比較好的local minimum之類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會想要傾向去增加你的filter size 但是你filter size一增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這裡是說 你會發現一個信仰是說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filter做同樣的事情 那其實這件事情 背後告訴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model的極限大概就在這 配上這個dataset 它的極限大概就在這 所以他說真的是 這個原因導致他以前做的那些人 他的限制會落在哪邊 然後第二點 他說跟這種multi-class object detection 方式來比的時候 他的face的detection 是一個相對有點比較有挑戰性的test 所以他需要用更少的filter 在每一層 但這一句話我覺得不太懂 就是 你說你這個test是相對有點比較困難的 但你需要用更少的 所以導致你需要用到更少的filter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句話是 我到目前還是看不太懂 但這句話是paper裡面 原文一字不落的貼上來的 如果大家有人可以理解這句話的時候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那我就先問一下 我其實也不太確定了 對這個就是 我剛開始的理解是說 我想一下我昨天理解 沒算了 這先講過好 就這句話是我現在目前還看不懂的 那他說基於上面這兩個語音 所以他針對了 他針對了類似這種人的model 做了一些改善 那他怎麼改善 他的改善方式是說 第一個他就是把原本 因為一般來講之前 大家的那個filter 大家都選五成五 那他先把他改善成三分三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查理是因為 他這裡寫說是跟對 降低他的計算能力 因為當你什麼都不動 然後把你的filter改善成三分三的時候 然後你又增加你的deep的時候 你的計算量會上升 那計算量上升的時候 應該說你增加 他的目的應該是要增加他的deep 那如果你增加了deep之後 你沒有改變你的剛開始的那個filter的size的時候 你的計算量會上升 所以換句話說 他為了減低他的計算量 他就會把五成五改成三成三 但你直觀的去想說 你把五成五改成三成三 然後你的layer的層數變多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蠻直觀的 也是一個蠻合理的想法 因為你可以用比較小的範圍去看說 比較仔細的去看說這個區域 然後一層一層的去濾掉你的重要資訊這樣 一層的去濾掉不重要的資訊這樣 所以deep我覺得這也是蠻符合之觀的 那再來另外一點是說 它的activation的function 它不是用我們常看到relue 它是用prelue prelue應該就是所謂的有parameter的relue 那就是它這種relue跟一般relue差別就在於 它在左邊的部分 因為一般relue是0嘛 它這邊就是多一個 可能是斜的 可能是彎的 不等的 可能是看你那個relue是怎樣的 簡單講就是說有一個參數 幫助你可以讓你的activation function 更多元化這樣子 然後你在做prelation的時候 不會讓你那個build掛掉 所以它做了這樣的改善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一定是基於某個架構去做改善 然後看說 它的新的這個架構跟原本那個架構差別在哪裡 那這也是它改變完後的跟原本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的它比較的是 第一個是比較準度跟比較它的執行時間 那執行時間這裡就是下降的比較明顯 那準度我個人覺得就差不多 可能sexy不一樣 大概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看看就好 因為它發 paper 所以它的準度一定是比較高的 然後這裡是它完整的 三個net的架構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剛剛前面有問到說 它每一層的是不是都有loss 沒錯它每一層都有三個loss 那它每一層它其實都做三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detect說這個英明它是不是face 然後如果是detect是face的話 它要去告訴你說這個face的它的box在哪裡 那找到這個face的時候 它要另外告訴你說它的face的landmark landmark location在哪邊這樣子 三層都會這樣做 那你會覺得說三層這樣好像沒什麼意思 但你會看到說發現一個重點是 它這三層下來的時候它的model是越來越深的 然後還有一點是前面第一個pnet它完全沒有fully convention這個結構 因為它這裡主要目的就只是要 目的只是要去快速的告訴你說face可能落在哪邊而已 然後後面這裡就是它越來越深 然後你可以想像說它需要越來越深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有更多的能力去判斷說這個是不是一個face這樣 然後主要的概念大概是這樣 他這個分開train以後 然後它最後在這邊又把它整理 這個也是分開train 這三個怎麼把它弄起來 你看你這邊會得到一個face的classification 你有這邊的bounding box 你有這邊的landmark 最後它三個是怎麼 它其實就我理解從你 因為你站在input size的時候 你在train的時候你這個input size不定 像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有一張照片是 它的 它的image piramid它是三個不同的resolution嗎? 它是用12 剛剛你講的它input size是不一樣 是這樣意思嗎? 應該說它就是 它這裡有告訴你這件事 目的只是要為了去券這個network 然後當你把這個network券好之後 你不是放那張image 因為它會突出這個face都在哪裡 然後這個box都在哪裡 然後你再把這些做好的東西丟到下一個 因為它這裡吐出來的face 不一定全都是face 丟到下一個 它丟什麼東西到下一個 就丟 因為你這裡 這裡券完之後 應該說你券完了這個pnet 然後你位於image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突出一張 這張image它會幫你box都在哪裡 然後你會根據這個pnetwork 已經crop出來了這個照片 然後再位到下一層 然後再位到下一層 嗯? 我的記憲是這樣 它下一層是pnet 不得丟到rnet 但是你的size其實不太重要 你可以做你size 對 嗯 就像是剛剛的前面不是有一個 你說它有pnetwork 就把pnetwork中間把它crop起來 crop起來再丟到這個pnet 對 Rnet做完以後再crop起來 再丟到下一層這樣 嗯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對 如果rnet它有全連接 输入的size 不特別那種的話 就是被規定住 所以它要做resize的 對 因為size其實 嗯 不管它大概有怎麼樣 resize只會影響到照片的解析度而已 那這裡我理解應該是 重點是在第一層 它已經克服掉了 聽說第一層它其實已經快速的過濾掉 完全不可能是face的那些照片 那剩下的face相對於 原本的量已經少很多了 那這裡附出來的每一張照片也不一定都是face 它的精準度可能沒有辦法像 呃 我們一般做到最後可能就是90幾%那麼高 它可能等級80%之類的 不然它裡面可能一大堆都不是face 那這把這些face 這不管是不是face 只是它p內認為是face的部分 全部位到下一層 然後在這一層裡面再做這些照片去做一次check 然後再濾掉一層 再濾掉一次 然後最後再位到最後一次的一個 最後一層的一個 那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怎樣 資料的準備等於要三次 一般人家說data的prepare 它叫做三種不同的資料準備 就是說哪一個test你肯定要準備不一樣的data 然後你又是multi-test 所以你就要跟對你不同的test 去準備它需要的data 所以就是會比較麻煩 然後你可能連做第一個p內也都懶得做 因為等一下會大家快速提一下說 要怎麼去準備它這個資料 那再來就是提到一些這三個 因為它裡面有三個text嘛 然後三個text就分別它對應到的loss function 那第一個就是classification的這個data 然後這個loss就是大家常看到的那個cross-entropy 那只是它現在是binary形式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 覺得大家應該都蠻清楚 不然是上一頁那個是log1整體是不是 那第二個就是boundingbox boundingbox 其實它就算 一個 一個 你預設出來的那個box的 的點跟你的實際的光數值的box的點 它的m2弄這樣子 那facial landmark其實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那只是它這裡是五個點而已 然後最後的是它 因為它有三個loss的 等一下facial landmark也是坐標嗎 對 OK 然後再來是要結合三個loss的時候 它這裡有個問題是 當你假設這張照片被預設出來 它不是臉的時候 其實你算後面兩個loss是沒有意義的 它已經不是臉 你再去算boundingbox的loss 就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它在把這三個loss做加總的時候 它用了這個方式去描述它 然後再來是說它這裡有三個net 所以它把它寫成一個general的形式 去描述這三個net它的total loss的寫法 那以及每個net它的total loss的寫法 那如果是這樣它就不是分開圈 它就是一開就是同一圈 它只是中間會有 有吐出東西出來 對 會吐出出來 就像那個reception 它中間也有吐一個東西出來 就是它把這個combine這樣子 這一點其實我不太確定 因為它這個其實我理解就只是 因為它paper如果分了三個net的loss 下去寫它寫三頁 那在這裡寫在同一起的話 只要一頁就可以寫 那paper通常會限定頁數 就已經是這樣 因為它這裡寫就是一個很general的形式 因為它這個alpha則就是 你不管是哪一個net 它都會有 應該說你在chain這個的時候 它三個net都會有它 呃...它的... 它的... 你第一個net它會有三個loss 然後在第一個net的時候 它對它的眼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找到這個face 所以它的權重在 alpha dett這個地理下 它給的權重是最大的 後面這兩個loss對它的眼 就是相對的眼 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它這裡就是 為了要詢問這件事 所以會有這個alpha這件事 告訴說... 告訴它這個net說 哪一個loss對它的眼是最重要的 不像gain一樣嗎? 就是比如說 我這個loss是... 這個... 就是discriminator的loss 跟generator的loss 然後它做更新的時候 它是用不一樣的loss 去做更新 然後...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像gain一樣 因為我對gain不是很熟 所以我沒有讓你回答剛剛那個問題 就輪流的針段訓練 對對對 就是它會有... 就是gain會有兩個... 你說交互訓練嗎? 對!它會交互訓練 然後剛好有一個是 因為discriminator 就是... 它要是... 分辨你是做出來的 還是真的嗎? 對啊! 所以你兩個data 做出來的loss 會是... discriminator要的 可是... generator要的話 剛好是負號 因為它... 希望它是真的 所以它會... 它的loss function 就會不一樣的形態 然後... 就是... update的時候都會不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分辨是... 不一樣的 大家這裡就只是要... 描述說 它在訓練哪個net的時候 哪一個loss是比較重要的 對啦...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因為它這裡... 在... 呃... pnet跟哪內的時候 它的這個第一個位置都比較... 權重比較大 因為第一位的時候 我還是描述說 分類的那個loss 那前面... 前面兩個net的目的都只是要告訴你說 它的face到底在哪裡 然後最後那個net的目的 我的理解是 它的face已經知道在哪裡 大概知道在哪裡 它總會做最後的確認 然後重點是告訴你說 它的box跟它的localization... face的localization在哪裡這樣 對 所以它這裡在... 最後一層的opennet的時候 它這裡的... lanmark的那個權重會提升 那再來它這個beta則的意思就是說 呃... 就是... 當... 當你... 已經確認這一個face 它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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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決定是... 不是face的時候 它後面的這兩個loss 其實就... 後面的loss就直接是歸零 就是不用算 不管它算出來也值得多算 不要有一點就不重要 被他做的事情就是做這些事情 然後... 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JP paper還有做一件事情 是... unline real hard sample的mine 那其實在這裡 主要是針對... 呃... 因為它有三個loss 那所以三個loss 對每一筆data會有一個loss的值出來 那它只針對face的classification 那個loss 去做這件事情 那一個batch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是...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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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ch的形式去訓練嘛 每一筆batch的時候 它就會挑前面... 70筆loss比較大的 去做... 然後剩下的不做 那這個方式其實也很直觀 你可以理解成說... 呃... 這個內容它去... 學習那些犯比較大錯誤的image 然後快速的讓它... 繳分它自己的錯誤 因為當如果你有些image 它犯錯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它其實會影響到 你的model的update的速度 那它就是挑... 嗯... 犯比較錯誤比較嚴重 因為當你... 犯錯比較嚴重的東西 你學會了之後 簡單的 你相對於... 沒筆就已經學會了 而且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當你在學這些 犯比較大的錯的照片的時候 你在做update的時候 update的步伐都比較大 然後這一部分是關於人家實驗的部分 那實驗的部分就是說 它分別會去... 呃... 評斷它做的每一個... 每件事情 跟原本人家做的方法 它的效率怎麼樣 那還會快速的提一下 它用了哪些dataset 那這裡... 簡單的講就是說 它用的... 呃... 它會去評斷說 它提出來的這個hust sample mining的策略 好還是不好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fax data跟fax的element 這個方式跟以前人家做的方式 比較說好不好 再來是說 它的fax data它的效率怎麼樣 也是跟以前人去做比較 那再來是要講說 它的data用到哪些 那這裡的data其實大家都... 這個都是open的data 其實大家都找得到 那第一個是fddb的dataset 它其實就是... 呃...總共有... 5000多張0 那它只有2000多張的照片這樣子 那wideface也是一個很有名的dataset 那它總共... 這裡是寫說 總共有3000多... 3萬多張的照片 然後總共有... 30幾萬的label的fax的bondingbox這樣子 那... fw其實... 它是比較偏向fax的landmark的標註這樣 那總共有... 2萬多張的照片這樣 那這裡就是分別提說 它... 它總共有幾種type的dataset 那它這裡就是說 它... 它這裡的... data的type總共有四種 一種是negative的 negative指的就是說... 呃... 什麼樣的data會被歸到negative呢? 就是說你的這一個... 呃... 你的quap的這個... 位置跟... 你的光處是... 他們之間的iOU iOU指的就是說... 呃...它的分母則就是說... 這兩個... 因為你會有一張自己的照片 跟... 一張... 你... 自己quap的... 應該說你自己的bondingbox 跟光處是的bondingbox 這兩個box之間會有重疊的部分 那... 連擊起來是兩張照片的總共帶來的免積 分母就是連擊起來 分子就是交集起來 所以這個就... 當...這個指算出來就是所謂的iOU 然後它透過這個指去判斷說 這張照片... 這個... 這個bondingbox跟真實的bondingbox 之間的... 呃... 重合比例是多少 然後Gino就判斷說 這張照片是符合哪一個類型的... type的data這樣子 那重合比例越低的話 就會越偏向negative 那重合比例越高的話 會偏向positive這樣子 那這裡就是它的strackhold 就卡在0.3 那positive的話是卡在0.6 那parface的話 就是接在中間嘛 0.4到0.6 那... 這裡有一個比較... 嗯... 我覺得蠻奇怪的點是 它的landmark的face 它的iOU就是切在0.3、0.4 它給的理由是因為... 你從這裡是0.3到0.6 然後中間有一段 裡面有人用的 有game 所以它這裡選了這個fug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一個... 這一點我是... 目前沒有釐清出 為什麼是給這個值的 那再來就是說 它training的比例 還有... 它這三... 這四個type 它的data的... training的比例 給... 給... 公佈出來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要講說 它這三個nate 它準備的data是什麼 其實在這裡就是... 請問就是說 所謂hard sample是指說 我們Visor跟ground choice iOU太少的那些 還是指說 那些bounded box 我們有點不太確定 比較難分 你說它的online hard sample mine next strategy 用在哪邊嗎? 對就是所謂hard sample 指示說 我們Visor 然後跟它ground choice 結果跌得不太好 就是... 還是說那個bounded box 本身的配合有一點 我覺得是預測 因為它只選top7 70% 所以應該是... online的話 過敏事件就是說 你在train的過程中的時候 他已經... 在邊train的時候邊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個mini batch 握進去的時候 你最後不是會突出一個lost嗎? 而這個lost會有每一筆 你的batch假設32的話 你的lost就會有32筆 就是挑IOU的 那你的lost應該是 當然是挑你的 cross entropy loss 挑前面70%的出來 然後去做back allocation 我問你解釋是怎樣 這邊的... 這邊的是... 他講說他怎麼樣去準備他那些... 我已經學了給他 對 他那個negative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那個negative的simple 是指什麼意思 就是... 但negative跟positive 就是有或沒有嗎? 還是... 他這裡就是用一個shackle去切說 嗯... 這個shackle以下通通都是negative 這個shackle以上通通都是positive 那這個切法是背上IOU這個... 對 這個方法這樣 但是IOU是你做腿件的時候 你才有產生IOU 呃...不是 他這裡只能說 嗯... 其實下一頁就會講 他...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這裡 你比較困難的點是說 我這裡都不知道我的quad在哪裡 對 那你怎麼... 你怎麼跟光true的去算他的IOU 對 是...是...是... 那他寫下一頁的時候 就會講 他這裡是randomquad 你在這張照片裡面去randomquad 然後quad出來一大IOU照片之後 你這個意思 你quad出來跟光true的去算IOU 然後這個選 然後光這一步 你就不會想要做 因為這一步 我覺得就很多tune的點在裡面 因為你要quad多大 多小 幾張 就是你那個... 太多東西你要自己決定了 然後他如果沒有講細節 你光準備data可能準備就跟他不一樣 確認他跟他不一樣 對... 就算data算一樣 你確認也不一定跟他一樣 是... 所以會有很多的... 問題這樣子 所以可能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不好意思大家 前面70% 是指說 信心比較低人70%嗎? 恩... 應該沒有連信心都沒算吧 我猜他只是算loss而已 就是loss 你可以對一個batch的32分 你可以做到這種排序嘛 所以他反而是去... 你原來就已經依色比較準的 比較差的 比較差的喔 比較差的 那可是loss... 前面其實他是loss比較小的 比較大的 loss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對... 因為他就選比較差的嘛 對... 對... 然後這裡就剛剛提到的一個問題是... 就是Random Quark 那 Quark很多之後 我們去上IOU 然後去做選擇 就有Sample了 對... 就有Sample了 然後E他剛剛給你那個比例 準備好那些data之後 你就會開始Chain你的 Pnate跟Rnate 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講說 你Quark好這些data 你準備好之後 你就可以放到你的Pnate裡面 然後Pnate就會突出結果嘛 突出結果之後 再把這些結果放到Rnate裡面 Hnate就會突出結果 Hnate突出結果 就放到Onate 這樣子 那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使做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 從Onate開始 複製它的東西出來 因為你用固定的 跟它一樣的Pnate 跟它一樣的Rnate 全面把Onate複製出來 然後再慢慢複製到 回去第一個 這是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做嘛 就是如果你想要複製出 他要Chain你這個東西 的Model的話 然後再來就是... 說明它的Pnate 說明它的Pnate 就是Pnate 就是Pnate 然後第一部分 它要說明它的 Online 和SampleMining 這個策略 有用跟沒用 它的Pnate 差別在哪裡 它主要的 色色的Nate 是所謂的Pnate 然後Pnate 是第一個Nate 它在裡面告訴你說 如果我第一個Nate 我沒有使用 就是 Online 和SampleMining 這個策略的時候 有用跟沒用 它的差別都在哪裡 那簡單講就是說 它有用它的Pnate 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一定會在上面 所以這個表我覺得就... 嗯... 就看看就好 因為畢竟是Table 然後再來第二就是說 你告訴你說 有沒有FaceVitation 跟FaceElegm 這樣的Test 一起使用的時候 差別會在哪裡 那這裡就是 黃色這條就是說 我都使用了 所以Pnate 最好 然後藍色這條應該是 使用的就是 單純的一個分類的 那個Loss 然後 紅色這條應該就是 把Bounding Box 那裡拿掉 所以最後兩個Loss 然後 幾乎顯示就是 有Join 它的Pnate 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它的FaceVitation 它的Pnate 下面的Node 都不用看 就大家知道 最上面那一條 就是它的Model 就是 它的Model一定最好 不然它不會在這裡發配吧 所以 沒什麼好看 好再來就是提到它的 呃... 評論它的Face Local Relation 的Tompone 怎麼樣 那這裡他自己講說 它的Model有缺點 它的Model有缺點 是在這個 呃... 因為它的Face的 Landmark 它是用 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 然後嘴巴 它... 左... 左邊的嘴巴 應該說 左... 左邊嘴巴的嘴角 跟右邊嘴巴的嘴角 這五個點 那它的Pnate 比較差的時候 是在嘴巴陣 那它歸因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 跟它的DataSale有關係 那可能... 因為你自己想想 有問題大概就是 其他地方表現都很好 那有問題當然 只能歸在DataSale 所以原則上 它講的也是蠻符合 大家所能理解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通常 這種Model出來的時候 通常會看一下它的 執行的時間 因為如果執行時間 真的太久的話 你Model再怎麼準的話 其實... 要上用還是非常困難的 水平的上 你偷愛說 看一下你的FPS 那它這也是跟 之前的幾篇Paper 它的... 嗯... FPS 來比較 那它這裡Paper 雖然不是最好的 但它的理由是因為 對... 它的這個Core 是用Model不行 而且它還沒有做... 分析 所以它只是 快速的執行環 然後就試出來了 它沒有去做Altima 水平的上 它如果Core 因為其他的FPS 應該都是諸國Altima 所以如果它的Core 去做效率的調整的話 可能應該可以更快 就是可能會變成TOP Titan 大家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它的等級是 大概是 比如說1080 2080 還是Tesla 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嗎 在我們之前的 1070 1080之前 所以它可能比那個 還要更弱 就是... 那... 就大概回溯到 2016的時候 那少有的 GPU 大概是哪幾檔 然後最後它給個結論 結論就是說 它這個Paper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它總共... 它提出了一個新的 CNN的連結 的這種... 這種Framework 然後做了什麼事呢 去做了... 結合了Fax Detection 跟Fax Elegant 這兩個Test 去Chain一個Model 然後再來是... 它的Model 在Real-Time的Performance 相對於之前的人 來講 也算還不錯 這樣子 那另外一點 它提出了一個... 和Online 它SampleMining的Strategy 然後再... 加了這個Strategy 之後 你的Chain的Performance 也會提升 那最後就是說... 它的這個Model 還有它實驗的結果 告訴我們說 它的這個Model 比人家之前 這種State of Art 還是這種Model 表現來的都還不錯 尤其是在Fax Detection 跟Fax Elegant 這兩個Tax上面 都表現得... 相對有點比較好 這樣子 是它整篇Paper 就要的貢獻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認... 3和4、5 可是我就是去試出來 先把B面試完 一般來講 3或3... 不管你Field是3或4 或者說你的Layer乘數 最後影響到的是你的參數有多廣 然後最後影響到的是你的資金時間 還有你Chain這個Model之後要的時間 那...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大家有去面試類似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你有時候Chain一個Model要很久 那... 面試官可能問你一個問題是 你Design了這個Model structure的時候 Chain這個Model大概要多久 就是你在你還沒執行程式之前 你要先有個... 概念說你大概要執行多久 因為如果是一家沒有很大的公司的話 他不可能每天讓你這邊Chain這個 你Chain一個來個三天 那失敗 再三天 再失敗 再三天 公司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等你 所以你的上會取決於你的... 除了資料量 一方面是你的應用場景 你可能只能在某一個參數以內的Model 你才可以去Rub 那在這個限制之前 你要設計出一個 你要達到的精準度 對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限制 我們當然就是Model越大越好嘛 那我GPU越強越好 那就會卸出一個還不錯的Model 但真正你要用的時候 你不可能每個Device都裝一張1080 那你的Device什麼就超級貴 超級貴就沒有人 公司沒有賺錢 就衍生出後面你這個Model就沒有用 所以重點還是看你的... 你的...你有沒有什麼天然的限制這樣 如果沒有天然的限制在 當然是你的東西越好 越...越...越...Power服越好 所以我理解是這樣 我會想說如果能賣賣號的話 就是先不管說你是Online的那個場景 那如果想說怕弄太大的話 你又...資料量 譬如說你弄兩萬張就多麼大 你會不會接受 你跟OFON會非常清楚 其實你的Model越大的話 我個人理解是 它的PowerFont是越強沒有錯 但是反而是比較難找到它的 那一個QuarticlePoint 那至於怎麼找 就是要去找 或者說做一些 Learning Rate Decay去找 這樣子 那原則上Model越深越大 它的PowerFont是越大 這是一致的 但只是相對而已 它越難去找到它的QuarticlePoint 我的理解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就是像Tiny Blackboard 是一般一樣類似這種東西 人眼邊是一般 實際上應用應該是在... HPM在...在引用 所以它不再可能是這種東西 對 它不可能有這樣寫它 差在裡面 對 它不可能有這樣寫它 所以... 我問一下 這實際在服務上面 它的商業價值在哪 你在念辨識喔? 它不是真正這是誰 而是說這是一個人 真念辨識這樣非常的... 就是... 就是... 對 它只說這是人眼而已 我唯一想到就是屬人頭 除了...除了這以外 商業上啊 其實你給太數人眼中 它有更多可以做你的事 你可以對照人眼它的情緒 它表情的變化 其實它有沒有... 它有沒有... 它背後的印象有點太多了 就開始有很多東西 開始有很多東西 開始有技術啊 對 然後你的商場的人流 對啊 人流基本上就跟屬人頭的第一 對 那...那...那我理解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那個什麼 Multi-level 跟 binary 的 classification 因為它的輸出 基本上只有判斷 有,還是 沒有 那...那 Returns 一個輸出的 或是兩個輸出的 看...你看是... 兩種接可 那在這種情況下 它還不需要... 這麼多的樓涌 因為它的目標好單純 就是... 吃日人跟不吃人名這樣子 他剛剛講的說他這個Test是有點挑戰性的 然後他說他重要的是說 丟的之間他要分得出這吃日人名 所以他要更大能夠把這分出來 但是他認為這是他的推論並不是絕對的 所以他認為說相對於在做 比如說1000種的分類來講 他這就只有把有跟沒有分出來 他可能不需要設計這麼多Filt來分 但是這Filt要能夠分是不是人眼跟不是人眼 他這個Filt這個Discrimination的Cability 要相對的要夠 我猜那句話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之前下方我覺得Binary也是一個分 他其實好像我之前好像聽過一次課 他說那個Image 是不Balance嗎? 蛤? 是不Balance嗎? 不是不是因為Piler一下 他其實是對 往那你告一告 你是對每一個Bounding Box去做是還是不是 然後有些他套用只是一個簡單的SVM而已 他可能就有 但是他有很多個SVM就是擺在那邊這樣子 可能因為他是不是因為後面 他後面並不是一個 產生一個很大的SVM在做 那就是每一個 因為你比如說剛剛舉的例子 你要抓1000種的分類 所以你基本上要把這1000種的特徵 他有些是可能有相同相近的特徵可以共用 那會有相對於人臉來講 他需要更多的Filter 把這1000種的特徵通通抓出來 但你針對有或沒有人臉 所以你相對從資格上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可能不需要這麼多 我猜他意思基本上是這樣 但他這Filter要對於這種要有 能夠見別的能力 就是他這句話 他最後講他要 Discrimination 請問那個如果 剛說他達到100FPS 那上面人很多 跟人很少都一樣嗎 還是他有沒有說他有可能 就我看Paper印象是他在同樣 測試同樣的dataset 對 所以其實應該說 全部的東西都是一樣 只有這個Mark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他Paper裡面 有刻意寫到這一點 我想問一下 他可以Online的Pretition嗎? 對啊 因為他每一部都要去把它 一張照片 然後經過一個Netz 又要Clock一堆照片 所以他其實他的Netz都很小 可是 所以我就說 那是他的dataset的關係 他的FPS是非常大的dataset 而如果今天我們幫他應用 一個400x400的 500x500的 的情況下 就是他的價值 他的價值 他那是這間公司 那他不會有關於Inference 那是Inference Inference我覺得是時間 因為三個其實同時好了 他是Independent的 那我覺得可能是在前處理 或許會花最長的時間 因為Inference並沒有做Training 來來回回 所以這樣就直接到底 那這個時間其實決定於網路的複雜度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做流暢 其實很簡單 你就買個數媒派 然後第二個是把它那個券號內櫃已經示範在網路上 你把整個Pup控下來 其實應該就可以讓起來 然後把它在數媒派上應該就可以讓起來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做流暢 只是你要去tune它的那個shakehold 因為剛剛它這裡其實有每一層 第一個結束你要綠到剩下送到R內的時候 它要有一個shakehold 哪些東西要被綠掉 那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shakehold 那shakehold它其實還蠻多個的 那你去tune其實大概應該是可以的 做流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回到下一個session 好 謝謝 謝謝